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鳳老師 我們早上起來了 後面就是我們小木屋 那左邊是雪場 轉過來呢 這是我們珠屋界這個雪具的地方 OK 那我先從外觀開始講 我們要滑雪的話要有個護目鏡 因為山上的紫外線很大 所以陽光會很刺眼 戴一個護目鏡的話 對你的眼睛比較好 也比較看得到那個地形的這個高低起伏 那衣服的話呢 我會建議個人可以買一套 其實衣服不貴 你租個三五次之後呢 跟買一套價格是一樣的 不妨就買一套自己的 那衣服呢有分全身的 我這一件就全身的 OK 然後呢又分成這個 分開的就連身跟分開 看你喜歡哪一種 當然連身的比較難穿脫 不過呢我覺得比較帥 而且呢就是比較防風 不會有血衝到衣服裡面的這種狀況 OK那此外呢 我建議的話 手套也要背 OK 那手套的話呢 基本上有分這一種 兩個的 就是大拇指跟手掌的 也有這一種的 Rock的 Rock的 像香蕉一樣 就是每一個都分開的 OK那Rock的雪衣 你自己買的 那雪衣呢 其實 好不好買這個肥人吧 對 嗯 OK 不見得真的要買什麼名牌的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是消耗品 OK 那我們今天到了這個 清井澤的這個Skidio 這個滑雪學校 它是租借場面的地方 然後呢 一開始呢 你要先到櫃檯 這個櫃檯呢 你進來之後呢 給它備用 備用有分四個小時的 跟一天的 一天的跟兩天的跟三天的 那它會給你一張這個卡 這個卡要留的 之後還要再還給它的 你就可以開始去 準備去滑雪了 要搭纜車 都必須有這一張 然後接下來呢 你要填這一張 這張用紙呢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問你 你要借這個Skid 還是要借這個Snowball 然後呢 你是左腳在前面 還是右腳在前面 你有沒有什麼特殊的 要跟它說明的 我是右在前 OK 對 所以像我是右在前 可能Rock不一樣 我們就寫不一樣的 那這間滑雪學校啊 也算是這個租借場 它有一個很好的優勢 就是 它可以更換 也就是說 今天你Skid溜溜 Skid就是兩根的溜溜之後 你覺得 欸 我不想溜Skid 我想溜比較帥的滑板Snowball 也可以跟它做交換 所以呢 我覺得算蠻方便的 那裡面呢 要交換的話 在這個櫃檯 兩個不太一樣 我的後面呢 是5KGK 是來付錢的櫃檯 然後呢 這一邊 私來租借 簡單給它的櫃檯 然後呢 接下來再過去 過去這邊呢 就是主要是 你要去拿到器具之後呢 就可以坐在這邊 然後就很多位置做好 穿好就可以 Let's go 了 OK 那第一篇分享到這 希望大家對於這個流程呢 可以更了解 掰 OK 那我們現在來講鞋子 那這個是Lil Snowball的 有沒有很像女生的雪鞋 就長這個樣了 套進去之後呢 這邊有拉繩 記得 把這個拉繩呢 給拉緊 它有這個握把 你往上用力的拉 拉到對緊之後呢 這邊有個off 你看一下 有off 這個off 你把它給扣上來 OK 其實它卡著一身 那就OK 沒有問題了 那Lock的那一雙是Snowball 啊對不起 跟那是Ski Ski的鞋子長不太一樣 它是用扣卡式的 齁 那它平常在走 會比較難走一點 好 那回到我們的這個Snowball 那這塊怎麼辦 我們一般呢 會把它給纏起來 纏起來之後呢 你就把它放進去 你鞋子裡面的縫縫 然後塞著 把它固定好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 上小學 那Ski的重點在於呢 每個人的身高體重都不一樣 它要去調整你腳的這個尖距 OK 所以調完之後呢 你的那個鞋子卡進去啊 才會卡好 因為這個如果沒有卡緊的話有沒有 那其實是蠻危險的 因為每個人的這個 大小腳不一樣 所以呢 不要借Ski之後呢 兩個人交換板子 互穿 很容易的悲劇 都這樣發生了 因為呢 這個板子 脫離的腳 你一定是必衰無疑 這邊的話要特別小心喔 OK 那到了出去滑雪板的時候 要注意啊 你的Snowball 是右腳在前 還左腳在前 像剛剛這個帥哥啊 他幫我拿了一個 左在前的 我就跟他說 喔 すいません 右腳在前的 因為每個人的 平衡感不太一樣 如果你在台灣玩滑板啊 你習慣右腳在前的話 那就是跟他選右腳在前的 那你適應的那一邊的話 你會滑的比較順一點點 比較有安全感 那這隨時都可以跟換的 沒有關係 OK 來 哈囉 大家好 我們到滑雪場囉 來 我的後面呢 就是第一個滑雪場 最簡單的 初學者的 來 他的旁邊呢 這個叢林有沒有記得 對我們小木屋在這邊 而在過去呢 這一棟呢 就是我們剛剛租這個雪居的地方 OK 雪居的旁邊呢 那個就是我們的櫃台 所以其實王子大飯店 它規劃的很好 讓你在住宿啊 滑雪啊 這流程是非常的順的 然後呢 那邊就是纜車了 你可以想像嗎 纜車離你住的地方 只有大概 三分鐘的距離吧 所以呢 來這邊滑雪 是絕對最划算的 而且呢 可以省掉你 很多的這個奔破體力 OK 這段先這樣 掰 OK 我們滑雪滑完了 那洛克我們現在要幹嘛 我們要還這個LIFT的這個卡片 那為什麼要還呢 是因為這一張裡面是有保證金的 我們去年還有一張啦 帶回家 我們還有兩張 在台灣 好 這個可以退錢喔 不要忘記了 沒有錯 OK 那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燒到這個機器這裡 這邊又寫個保證金反還機 OK在這邊 這邊 這樣子 處理中 好 錢就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拿到我們的 壓金 五百塊 OK 這樣就完成囉 大家要記得喔 OK 那我們雪劇拿進來之後呢 他們會輕點 看一下數量 像小鳳老師在這 那有個Chicleto 有個卡片呢 我們就把它給你寫好 Romo Ariado OK 把它寫好之後呢 就歸還給他了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流程就OK了 這邊啦 其實很有人情味 我個人 啊 啊 這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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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的部分呢 在我頭上 轉過來看一下 帽子的部分呢 我們是要到另外邊環 OK 就是那個地方 喔 所以呢 其實它環的東西 不是在同個地方 好啦 我們要跟雪場說拜拜啦 好玩嗎 今天的成果 還可以 還不錯 幾乎沒什麼跌倒啊 我完全沒跌倒 只有被一個 被一個日本人撞 他撞很大力 OK 離開雪場 我們去雪場洩發毛橋 對 OK 那待會我們要去逛OLED 給他看一下最後美麗的風景 真的啦 OK 成功 拜拜 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